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兜兜是什么啊 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食物为毛小孩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在正餐时刻外 适时给予零食还能补充需要的营养 调剂宠物们的身心 在鱼人来说我们人不可能都不会吃零食 对于宠物来说它其实就跟家人一样 所以零食我觉得是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块 像有时候想要训练他们 譬如说定点上厕所啊 或者是训练他们一些可能指令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奖励这样 那时候因为妮妮 他本身肠胃的问题就比较多 比较不好 那一开始养他的时候 我都是去宠物店买一些市售的零食给他们吃 那那时候妮妮呢 就很常发生一些就是可能拉肚子啊 或者是呕吐的状况 由于琳琅满目的市售宠物零食 经常添加过多的化学物质 长期食用下来 容易造成宠物们的身体不适与不良反应 就觉得说 诶其实我们人平常也就是吃得不错 那宠物的话既然养了 那他们就是家人 对那当然要给他们好的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慢慢研发一些产品 一开始就是慢慢自己的一个 可能做给朋友吃 然后朋友家的狗啊 吃的也都还不错 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个小社团这样子 十年来不断努力进行这社团 严选天然新鲜的食材制作 打造健康零食的新选择 也因广受大家的喜爱与推崇 而成立自己的品牌 食材都是从市场跟我爸爸那边批来的 那我们牛肉都是用整片牛板件下去风干的 我们都是坚持用人食用的等级 下去制作毛孩的零食 那品项很多 像鸡肉的话 我们有些都会用 譬如说加红萝卜 蓝莓 蔓越莓下去绞碎之后再把它做成条状 让就是猫咪啊狗狗像有些养蜜带物啊 或是仓鼠的 它们都可以吃 除了筛选具备安全检验证明的肉品原物料供应商 对品质的要求同样体现在制作细节上 像是肉品上不能有油脂的存在 风干的时间和温度需掌控恰到好处 才能锁住营养成分不流失 完成品也都坚持通过SGS相关认证 我就会自己做一些就是零食啊 跟它们的像肉泥啊给它吃 我做的东西都是标榜就是绝对天然的 所以其实对它们身体都不会有问题 有客人问到我说 你们制作的环境干净吗 你们都在哪里制作这些零食 不止一个客人问我 对所以之后呢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直接打造一个透明的厨房 让客人来的时候都看得到我们制作的环境 让客人就是多一份安心的感觉 因应市场的需求 加上先生从旁的鼓励与支持下 林小姐也开设实体店面 特别规划透明式的厨房 让人一目了然 从清洗 烹调 包装等一系列的产制过程 我会去试着去鼓励它 然后把所有人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更加的一个细节化 甚至人家讲的一个SOP化 我们都把它整个流程去记录下来 作为一个盘观者去提醒它 它还可以去做到什么样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在社团认识它们的 然后对于宠物食材的话 就是要天然的为主 然后它们又刚好是透明厨房 让人比较安心 狗狗也比较挑嘴啊 按它们家的它可以吃 它喜欢吃这样 我是在社团里面看到 然后有网友就是推荐给我 我的狗狗它是一个很挑食的 但是它们的产品拿回去 它是咬的那个产品 然后我做的都不吃 我自己来看到这个店面 然后它有透明化的厨房 那我们做毛海的妈妈 一定会担心它的健康 所以看到之后就觉得很放心 而且狗狗也有一个下雨天有地方可以来玩 就觉得还不错 为了增添各个节日的丰富奇趣 在菜单上也注入多样巧思 设计出呼应节庆组合的点心 客制化蛋糕和鲜石包 满足它们的每一个快乐时刻 希望让每只毛小孩都能吃得健康无负担 四主们也能安心无虑 用一点零食轻松拉近和毛小孩的距离 用爱陪伴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小宝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